演唱 这些岔和大家的 这些不是什么 涩达 涩达 现在感觉怎么样 现在还好 还好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习惯了吧 还挺好的 第一次还是比较紧张 但是激动比较多 因为这么大一个舞台 正是向观众演出的时候 毕竟还是心里面会有一些紧张的 请进 请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光临中国襄阳古龙中草卢剧场 第一次见李航啊 那时他在宿舍门口拼着大箱小箱 穿着他的高中校服 真的还是蛮土的 然后但他这个人呢还很好 很谦虚很友善 到寝室跟我们一个个都更好 然后不管是草路还是学校里面 他也有一些表演的机会 然后每次他都会去 很好地抓住这些机会 然后表演次数多了之后 就我们学校很多女生 就想要一下他的联系方式认识一下 但是因为他在老家一直有个女朋友 所以他都没有理会 我的同学大部分都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 我的同学大部分都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 之类的觉得这个小孩还挺开朗的 但其实很多就是负面情绪吧 都会自己悄悄地藏在心里面 因为那个时候他在高三 一个女孩子觉得他在那边也蛮辛苦 也怕他在那边就是承受不过来 所以每次就是我忙完之后呢 都会跟他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 但还是很纠结 又怕打电话发短信 又会去让他分心 不过还是觉得给他一种鼓励吧 希望他能够考过来跟我到这边团聚 谁能够考虑 谁能够考虑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你也在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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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位看官们 我们是丑龙小仙 丑龙小仙 李航这个孩子非常地聪明 他肯学 他一开始扮演的是一个小仙的角色 是一个配角 但是在给别人排列的时候 他会很用心地去学 然后他是在所有的曲演当中 被我们发现了一个新苗子 当我们想培养李航当这个作量的时候 他是 啊 我呀 是这种状态 然后就开始 深呼一口气 我行不行啊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跟他说一句话 我说你不是怎么会知道 我说一定要相信导演的眼光 就是现在想想那个时候 真的是觉得演得很稚嫩 就感觉是20岁的一个大学生 就是在舞台上去演一个 27岁快30岁的一个 稍微成熟诸葛亮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包括有时候去侯慈 还有三谷堂 去这些地方总是去转一转 还有我们向阳的古城墙那边 都会去感受一下吧 希望有一点帮助 能够尽快地把这个 心理状态去解决了 草留诸葛亮 这部大型的诗经划举 就是要把诸葛亮 他的忠诚 智慧 他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向广大旅游车来进行推广 来进行传播 这个剧场的建设 以草留的形态 体现在这个天人回忆 这么一种思想 这个剧场是因为当时 工期赶得非常紧的 所以说我们要赶在那个时间节点 要把这台剧推出 2013年的5月份审批的项目 6月份开始动工 然后9月28号 我们就做了首演 你看这样就是 六七八九 到9月28号 四个月的时间 抢着把这么大的一个剧场 它的工程量相当之大 把它建起来了 其实《草留住的量》这部剧开播之后呢 我们几乎这首《龙中整腹》 全体人工 都是在为这部剧而努力 相当于说我们也是想 尽力自己的一分力 把这个剧武服做到最好 呈现给大家 这部剧当中呢 我饰演的是黄云一帝卷 其实我不光是演员 除开演员的身份之外 我真正的这个实业 是属于龙中景区的一个导游员 每天来到《龙中》呢 接待了全国各地的一个游客 为他讲述《龙中文化》 《诸葛莱文化》三国文化 来传播三国历史 《诸葛莱文化》 你紧张吗 还是会紧张的演员这么多长 就是不紧张的话 他没有压力 他演不太好 《诸葛莱文化》三国之外 《诸葛莱文化》三国志 《诸葛莱文化》三国志 天主 我把你和日人有ahn媒 SEN 方ful 我第一次看这个剧走的时候 是完全没看懂的 对这个历史背景不太了解的话 就是完全看不懂 不知道再讲些什么 然后结果到了第二梦的时候 就觉得好喜庆 然后好好看 全是红色的气氛 然后觉得红嫁衣红盖头 真的是特别高兴 朱莉莉亚她比较慢乐 说话也比较细声细气的 一看就是学音乐的女孩 然后我说她刚开始去演黄月音 然后黄月音在例子上是个丑女 我一听她说要去演黄月音 我说她长得这么漂亮 要去演黄月音不是很吃亏吗 然后她说她查了一些资料 坚持黄月音在例子上 其实不是一个丑女 那莉莉在里面表演一个比较 肯定是特别好 我们同学都说她已经完全入戏了 不管在剧中她是诸葛亮的妻子 而且在剧外她又是李航的女朋友 羡慕吧 有点 当时就正好是看到她 跟我当时好朋友说 我说哎 老师你看这个小馆长得挺漂亮的 他一上去要Q号认识一下 我说不好吧 因为我也没有跟别人要Q号 高中还挺腼腆的 他就怂恿我半天 说你去吧去吧 快加油加油加油 然后上去了 上去之后就还是很紧张 我就说 同学你一个方便把你Q号给我一下吧 他就失忆了半天 说是我吗 然后因为当时有点被吓到了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就问你是谁啊 你要干嘛呀 我说我叫李航是楼下高二的 号码能不能给我一下 然后他就把那个号码就说 那你记一下吧 然后赶紧拿出手机 慌慌张张 记完之后就是匆匆忙忙 就按了一下挂机键 然后就揣兜里了 回去之后就想加Q号 然后发现什么都没记着 肯定是要了两次 对对对 那你这里有没有觉得 李航有点笨呢 要是Q号的要两次 不笨 诸葛亮怎么会笨呢 就是有点呆萌 蠢萌 学音乐专业的嘛 然后又逐秀的是鼓针 因为诸葛亮在剧中 就有一些弹鼓琴的一些镜头啊 片段 然后他对鼓琴啊 又不太了解 有过一些指导 刚开始摸一鼓琴也没有摸过 怎么演都觉得不对味儿 然后又向他吻 他说你这个弹琴的时候大笔 这个肩膀都是要有配合的 就把那气势要弹出来 吃鼻大火燃烧那一段 他现在就是很激昂的 刷着一下 大笔都要动 不止手指尖动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他对我的帮助还是挺大的 他在这个表演方面 就是表演感觉也特别的好 入戏太深吧 莉莉呢 演这个剧的时候 在哪些桥段的时候 特别有感觉 在第三幕 诸葛亮要出山 黄云英要去送他的时候 自己就真的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了 就是眼泪啊 完全就是止不住 就是当时想到 黄云英的那种心境和心态 然后就是内心的那种不舍 对诸葛亮的那种感情 深深的感情 就真的是很感动 深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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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 重新可以把悔悟 有何想到你对微乎一段一生 悔悟不留泪天地苦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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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是在舍战群如的时候 节奏会越来越快 此等国贼本应天下共讨之天下共诸之而共等身为干臣 却在此为曹操诸实 岂不是无尽无福之人 所以说诸葛亮的精神 我觉得他一生是忠诚 智慧敬业奉献 不仅在1800多年前 能够在当时的蜀国 成为一代贤相 至今应该说是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 都是一个标杆性的 李航为了让他把这个人物刻画好 除了他自身下功夫之外 我们导演组对他的要求 就是要对他一定要在每一个细节上 都跟他严格把握 所以说现在在不断地演出过程当中 我们还要不断地让他提升 更加地完善 朱莉莉是原来没有进入我们这个剧组 最后他们两个这个爱情故事 从私下到台上应该说是得到了延伸 也促进了李航啊 这个演这个角色 他的稳定性 他对这个人物的创作又有一个升华步 陈导对我的信任和他对我的耐心 就是在排戏的过程中啊 从来就没有骂过我之类的 就一直在细心耐心地在教我 然后我其实我本身是一个特别害怕上台的人 然后因为在以前嘛 就是班里的文艺会演啊 或者就是班会王会之类的 我是那种从来不会出现在舞台上的那种人 来到了龙中 来到了草楼剧场 然后慢慢的感觉在台上就习惯了 也熟悉了 现在的话其实更注重的是情感的把控 还有这个人物的心理状态 因为如果把这个人物要饮活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心理 每一段的这个心理状态要去思考它 这个时间他是在想什么 其中有一个 祝格亮他会摸一下自己那个扇子 其实这个扇子呢 是祝格亮的妻子黄游英 当时送给祝格亮的一个定情信物 黄游英对他的一些支持 也是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祝格亮 就是为国家鞠躬尽瘁 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家国情怀 后人们或许会在这草屋独懂亮 独懂亮 独懂亮 对吼琪对刘皇叔对大汉天下留下的四个字 从而成 我觉得这句话呢真的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好的一句四字格言 我在接触祝格亮这个角色之后真的是对这四个字有了一个更深的了解 也是能够让我在做事情的时候去粉着祝格亮的他的一个精神去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确实应该是一直在攀登 虽然这过程是很艰辛很辛苦 更多的是收获和我的成长 我也真的是有体会到祝格亮的他那种家国情怀和他的人物品质 他也是坚定了我对自己梦想的坚持吧 我想我应该是因为一个人物爱上了这座城市 这里的美国迁 她每次注意到冲落之间 我今春落之间 我今春落之间 我夜情情积一动之内 我今春落之间 从来梦着 如尚往来 不知赢知去所 出之 自家墨县 谁家墨县 不得荒芜县 不得荒芜县 前不曾相见 看起永逐渡其乱滑滑 我已清淡于我 笑见天下钻入手掌 散散手下 那大悲大悲的悔悦 随意书写 打开大河的文章 自从容中出了一个途隔凉 一间朝露 天下仰望 阿富瑕 阿世不破 阿富瑕 阿世不破 阿世不破 不经幼谈 八仇产荣 一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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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家故事 一把一把一把 谁家故事 谁家故事